YESTERDAY WASN EASY HAD TO THINK ABOUT MY BEST FRIENDS THOUGHT TO THE END WE BEHOND EASED But by the end HE DIDN'T EVEN KNOW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沛莉 今天的影片呢 要來做的是 蒸汽眼罩大評比 誰也愛用蒸汽眼罩的舉手 我 我自己要舉手很多次 其實如果常在關注我頻道的人 應該會知道說我已經好幾次在 本月愛用品裡面都有介紹蒸汽眼罩了 它基本上呢 就是我的生活必需品 而且是我的床頭櫃必備的好物 那我先分享我自己使用的時間點好了 像我呢 就是上妝一整天你覺得很累 尤其像是眼周會很乾跟不舒服的時候 就是會用蒸汽眼罩 還有像是追劇的時候眼壓會比較大 失眠的時候你需要它來幫你梳眠一下 還有在快長睜眼的時候需要熱敷 我就會用蒸汽眼罩 那還有很多網友就是分享說 欸 使用蒸汽眼罩之後眼睛會有濕潤感 它很喜歡在妝前用蒸汽眼罩 可以讓眼妝變得更服貼 那總之呢 就是蒸汽眼罩 基本上就是愛化妝啊 愛堆積啊 就是對眼周喜歡 就是眼周保養 想要紓壓的人都喜歡用的吧 我想你們應該也是這些使用的原因 那還有什麼不同的使用原因 歡迎留言給我囉 那市面上的蒸汽眼罩這麼多 我想應該很多人會好奇說 欸 哪一款比較好用啊 我今天就把市售的三款 來做一個大評比好了 就三款比較熱門大家討論的 那這三個品牌呢 我現在放在桌上了 分別是台灣跟韓國技術合作的 貓頭鷹 然後呢 還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日本的花王跟真舒適 第一個要評比的項目呢 直接就是價格 因為我想這是大部分的消費者 會很在意的 畢竟說蒸汽眼罩已經變成一個生活必需品了 你會需要大量的去使用 你當然會希望說它CP值越高越好囉 那這三款呢 我都挑了一樣是薰衣草味的 我想這樣子會比較公正 首先來看呢 快樂貓頭鷹蒸汽眼罩 我在市面上找到的是 薰衣草4入119元 相當於一片是30元 那接著呢 花王的這一款 美蘇綠蒸汽眼罩薰衣草香的話呢 它是5入210元 一片的話呢 就會變成是42元 那成功真舒適蒸汽眼罩的話呢 它是3入85元 一片28元 好所以在第一個評比的項目 價格部分 最划算的 第一個是成功真舒適 那接著呢 是貓頭鷹 花王 就是大家最常購買的 反而就是價格會是比較高的 好提供給你們參考 接下來第二個評比的項目 我們當然就是要直接打開來了 因為呢我想它的一個 耳罩舒適度跟耐用性 也是大家很在意的 畢竟說可能一戴就是半小時啊 20分鐘 你會覺得說 就像戴口罩一樣 因為大家最近都在戴口罩 很多人都講說戴久了耳朵會不舒服 所以呢它的一個耳掛 是否舒服跟耐用 也是大家會在意的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們都打開 拿出一片 直接拆封 我們先來看它的一個耳掛的一個耐用度 跟它的一個材質的部分好了 首先呢就可以看見三個的花色都不太一樣 各有特色啦 那看它這邊就是跟耳掛連接的一個壓紋的部分 很明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一比之後呢就會發現花王這邊它的這個壓線 壓得比較窄 剛是肉眼的比對 那接下來呢我就實際的拉扯看看它的一個耳掛的耐用性 跟實際配戴的感受好了 我們先來看成功真舒適這一款 它採用的是台灣頂級的微彈力耳掛 那確實呢可以感受到彈性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這個耳掛的部分這一塊布 有比其他的就是摸起來更加的厚實一點 好那我現在呢直接把它佩戴起來 是非常舒服沒有任何感覺的 就你不會覺得說就是耳掛會讓你的耳朵癢癢啊不舒服的 它不會造成耳朵的負擔 那這個微彈力的耳掛它真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它可以拉開來之後呢 你不會覺得說它有任何斷裂或者是破損的情況 這個邊邊都接得很好 那我自己其實168公分 頭也不算是非常的小 但這一款我相信對於頭比較大的男生來說的話 也絕對是能夠輕鬆駕馭的 因為它真的就是我戴起來是沒有任何緊繃感 不會太緊耳朵是舒服的 接下來呢我們看一下貓頭鷹這一款好了 其實我剛剛在一拆封的時候 就有覺得說它的這個拉一下就聽得到那個 啪子啪子的聲音 有齁 就是它拉完之後 這邊馬上就有一些那個連接的地方是被扯開的 就像是衣服脫線的效果了 那彈性的部分呢也是還不錯 只是它真的這個耳掛的部分比較薄 透過鏡頭都可以很明顯看見它比較透明 就是它比較薄一點 好我現在實際的戴上 也還算舒適 但是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它比較適合臉小頭小的人 因為它的延展性是很明顯的 我一戴上之後就很有感 你看我實際的筆也是 就是這個真舒適它可以拉的比較長 好那我們現在看花王的部分 花王的部分我剛剛有說了 光肉眼看就是它這個連接的部分比較窄 會不會拉一拉就斷 真的我一拉這個 整個就已經開始脫離了 所以它感覺就是還蠻脆弱的 但是就是光這邊的彈性也是還蠻有彈性的 雖然它也是偏薄 可是我帶帶看好了 因為這個我算是最 就是之前最常用花王 可是我現在戴起來其實也算是舒服 沒有什麼負擔感的 只是它真的好脆弱喔 我剛剛拉了一下 現在就是戴起來會有一種歪歪的感覺 好那經過我的試用跟屏蔽 我直接先公佈就是這個階段 耳掛的舒適度跟耐用度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這三款的比較下 第一名我會給那個成功真舒適 它的這個耳掛的部分真的比較厚實彈力好 然後連接的也很好 你就是用力拉扯 它也不會就是有那種被扯開的感覺 那接著第二名呢 我想一下這兩個都各有優缺點耶 我覺得應該還是花王好了 花王它雖然這個連接點很短 但是它這個彈性 有比較好一點點 那貓頭一的話呢 真的就是你能感受到這邊彈性沒有這麼好 比較緊繃 沒有這麼的舒服 跟你會覺得它是就是 呃... 材質比較鬆散吧 應該是這麼說 好這是第二階段的一個評比 好現在直接把三款都翻面 直接給你們看 就是他們接觸皮膚 就是眼部的這一塊的接觸層好了 好我先來看的是真舒適的 它的那個接觸層的部分 採用的是極細纖維的一個輕膚材質 確實呢 可以感受到它摸起來是很柔軟很柔軟的 那這三款呢 其實透過鏡頭我想應該也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就是這兩款 它的布是屬於比較厚實的 你會覺得它用料比較實在的感覺 花王真的擺在一起 你就會覺得它特別的薄跟軟爛 比較不耐用的感覺耶 但是這兩款都是厚 但是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呢 這個成功真舒適 你會覺得它是一件很柔軟的T-Shirt的材質 很舒服 比T-Shirt還要軟 但是 貓頭鷹你會覺得它像是不織布的感覺 沒有這麼的柔軟 那花王的這一款呢 它雖然很薄 摸起來 有一點點顆粒感 但是還是滿柔軟的 會戴一下感受一下 還滿軟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摩擦起來沒什麼感覺 然後就是貓頭鷹這一款 貓頭鷹這一款 你會覺得它自己硬挺挺的 像是一個西裝 它沒有辦法跟你的眼型去做一個很明顯的貼合 它就是硬硬的 然後沒有 就比較粗一點點 那花王的這一款 雖然很薄 你會擔心說它會不會隨時壞掉 但是它也還算是夠柔軟 可是 我現在就是摸一摸它就有一種起毛球的感覺了耶 就是好像不耐操耶 所以呢這三款它的一個眼部接觸層來說 真的 其實還是成功增速式這一款 它價格便宜 可是它的那個 怎麼會 整個的確就是有比較軟一點點 所以第一名是它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兩款喔 應該還是花王 它畢竟還是可以跟眼睛比較貼合的好 那雖然會有點起毛球 可是它還是軟的 貓頭鷹這一款就真的比較硬 就是拿不知不發眼睛上的感覺 好接著要評比的是最重要的 就是它們的發熱 我想這是大家都會很在意的事情 當我拆封之後摸到現在 貓頭鷹它已經不熱了 但是這兩款它們還是熱的 其實呢這有一個差別 在於貓頭鷹它是用鐵粉發熱的 有點像是暖暖包的做法 所以呢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的鐵粉已經會在裡面跑來跑去 所以戴起來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它是不均勻的 就是有些地方會比較熱 有些地方會沒有這麼熱 我看一下它的發熱時間是寫多少啊 也是20分鐘 可是它真的就是現在已經不熱了 好那花王跟真舒適呢 都是薄片式的發熱 我自己覺得以蒸氣式眼罩來說 薄片式的發熱是最理想的 因為它發熱的範圍是這一整片 不會因為鐵片跑來跑去就不均勻 它可以就是讓眼周感受到一樣的溫度 那它們在熱敷的時候呢 都一樣就是會散發蒸氣 很適合在你眼睛比較乾澀的時候使用 然後那真舒適的話呢 它還有另外添加葉黃素 它採用的是日本的控溫膜 所以我覺得雖然這兩款 他們都一樣寫說 大概是40度左右 然後最舒適的時間是20分鐘 可是我覺得那個花王比較會行銷 它後面就寫說 舒適時間增長為兩倍 感覺很厲害對不對 它是別人的兩倍 但是是20分鐘 可是真舒適它後面也是20分鐘 它沒有寫兩倍 可是就是20分鐘了 那確實到我拆開到現在 拿在手上 我會覺得真舒適的溫度 比較高一點點 跟它的那個發熱是明顯的 這款的話呢 它雖然它們都一樣是 就是主打在40度左右 它們的原理大概都是發熱到最高 然後就開始減弱 所以呢 雖然一樣都寫20分鐘 可是這一款已經 就是花王的這一個 已經開始漸漸的不太熱了 但這一款 拿在手上 它的溫度會是 比這一款還要來得更高一些的 那基本上40度 對眼周來說是很舒服的 好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三款 市售的蒸汽眼罩 簡單的開箱跟評比 所有的心得跟感受 相信大家透過鏡頭 都是可以明顯看得見的 絕對是真實 沒有騙人的 絕對不是因為業配 就一直說成功增速是比較好 它真的就是 你們大家都看得見 而且我相信 蒸汽眼罩這個東西 沒有多貴 又是一個消耗品 如果你對影片有質疑 或者是你自己也 也歡迎你來做個評比好了 分享你自己心中的第一二三名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所以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是我自己評比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 它整體CP值是比較高的 那我也必須坦承 我自己常常就是會 以貌取人 以包裝取商品 那這三款商品 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每一次買的都是花王啊 我就是買了它很多年了 用了很多年 可是沒有一個比較 真的沒有傷害 你沒有今天把他們三個一起拆封 雖然會覺得有一點浪費 可是我覺得今天這支影片值得了 當他們三個一起比較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誰是最實在 跟CP值最高的 就像我之前 看到花王的時候 都會覺得 後面寫說 舒適時間增長為兩倍 感覺就覺得 是它比別人厲害兩倍嗎 好像特別厲害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 包裝文宣 文字遊戲 都做得比較厲害一點點 但其實跟人家一樣 就是20分鐘40度 這也是覺得 當這三個 擺在一起的時候 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得到 就這個它是以可愛包裝為取向 但是韓文真的我們看不太懂 那日文的話呢 它有一些 漢字夾雜在裡面 就是些許可以看得懂 但是必須說的成功真書式 它完全就是繁體中文 對如果說你要送給長輩 或者是你可能婆婆媽媽 有失眠的困擾 你想要給它試用的話呢 這個它是很輕鬆 就自己就可以看得懂 怎麼樣去使用的 所以我覺得 各有不同的一個商業的取向吧 但是 以今天 透過實測 三個一起開之後 我自己是真的 就覺得 嗯 以後就是這款CP值最高了 好那就希望今天這支影片 對於就是常買蒸氣眼罩 喜歡購買蒸氣眼罩的朋友 會有幫助 感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 有任何想法也歡迎留言 我們下次見 舊幫助 店員 loving you is so good